那其實我在學習經劇的過程裡面 因為我早期我是合唱團 後來我學經劇 但是在學習的過程裡面 從來沒有一個老師講得這麼詳細 那我覺得我今天受益很多 但是我記得有一位經劇的老師 那時候跟他學的時候 他給了我一個竅門 就是你一定要收小腹 腰板體質 然後呢還有要提肛要夾臀 要夾臀 這氣才會足 所以其實我講話 我真的是可以上八個小時的課 都不會氣喘 今天為什麼不好呢 真的就是睡眠不夠 睡眠不夠 所以前面在唱樂琴的時候 我真的是就是 吃老本 吃老本 所以後面我就想偷懶 後面我就想偷懶 就想不要那麼 對 因為最近睡眠都不夠 最近睡眠都不夠 所以嗓子就不在家 嗓子不在家 因為 對 嗓子不聽話就不在家 對 就是那樣 這是我們離緣的話 嗓子不在家 沒在 不聽自己使喚 你知道嗎 對 所以很勉勵地唱了樂琴以後 接下來就後繼無力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真的睡眠很重要 保持朱厚的睡眠很重要 還有就是 你在唱的時候 你真的 用感情去唱 我相信大家 聽我唱 那個 《愚美人》的時候 大家一定有感覺到 我是用感情在唱 其實唱樂琴也是一樣 每一首 每一首歌 他的 他的詞意是什麼 你 你能夠體會他的意思 然後你用感情把它帶出來的時候 那個時候真的不是用你的嗓子在唱 是用你的心在唱 用你的心在唱 這是我一點經驗 不是幾點經驗 是全部的畢生經驗 真的是掏心掏肺的 知道吧 謝謝副作 那今天這兩個小時很充實 我們很謝謝大師的 也很謝謝 還有校長 校長 校長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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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師 孟老師好 好 很慘愧啊 我唱歌實在不行 我雖然中氣很足啊 可是我對葉譜看不太懂 所以一向對唱歌都很忌諱 不過今天跟孟老師見面 真的是 這個覺得真的是 太可惜了 太晚才見到 相見喔 對 相見那麼晚啊 這個應該在三十年前 如果見面的話 我相信我歌可以唱得很好 聲音好多好聽 聲音好鬆喔 說到什麼 是不是很好聽啊 標準的南高音 你知道嗎 戲劇南高音 還有本錢 太晚了 太晚了 不過今天真的是 聽到孟老師這樣子講 真的是很不錯 有很多技巧 講話的技巧 我們都寫到 雖然唱歌唱不好 但是希望講話講好一點 好 那這個 謝謝這個孟老師啊 這個來給我們指導 希望下一次還有機會 不要說你只上兩個角色的課 各位我們就上不完 校長一句話啊 金桐語言 好 那我們是不是 我們前期的總統大家來 跟孟老師跟這個助理 謝謝好不好 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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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師的指導 也謝謝各位老師 那我相信呢 我們老師以後呢 都是我們康寧更好的聲音 好 謝謝大家的參加 謝謝